Pi币成功上架交易所 为策略首度卖出比特币 哈喽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脑哥 欢迎回到这礼拜的币圈周报 这是一个帮助不想错过 加密货币市场最新消息 时事观点的朋友 用10分钟带你了解币圈最新大小事的系列 2022的最后一周过去了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 跟待在加密货币的市场 我们新的一年的同时 上个礼拜也真的有一些很有爆点的新闻 Pi Network的Pi币即将上线交易所 比特币矿工卖出90%的比特币 微策略也首度卖出比特币 AAX高管被抓 FTX今天受审 还有关于Illuvium Axi 还有Ave的消息 那今天的周报非常感谢 OKX交易所的赞助播出 如果你很重视一间交易所 有没有挪用用户的资产 我们将在影片最后介绍 OKX最新的储备金证明系统 看看是否能让我们用户安心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直播新闻吧 好第一个消息 史上首次 比特币今年即将连续以四根季度红K作收 好那我们知道说 2022年是加密货币的一个熊市市场 所谓的季度红K 就是说今天这一个季度 它都是在下跌的 不但2022这整年来看是一个下跌的一年 你即使把它切成四个季度去算 它也是连续四季下跌 而这件事情呢 在过去的熊市甚至都没有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2014年的熊市 曾经出现连续三个季度下跌 2018年呢 也在四个季度里面 至少有一季是上涨的 所以2022用GK的角度来看 可以说是比特币利息上最糟糕的一年 那在这样的市场 其实很容易就会让一般的投资人 你就失去信心 因为实在是跌了太久 然后从高点已经跌下来太多了 只不过呢 在高点买进 在低点割肉 是我们常常说散户或者是韭菜的思维 而大户呢 则是常常喜欢在这样的低点的时候 继续加仓购买他们长期看好的资产 那这次新闻 微策略首卖比特币 MicroStrategy再度加仓2500克 这个我们前面的新闻标题是说 微策略第一次卖比特币 如果你不知道微策略是谁 微策略是一间美国持有最多比特币的上市公司 然后他们的创办人 这位Michael Saylor 也被认为是所谓的比特币业书 因为他就是那个到处去跟他的CEO朋友们 去说我比特币有多好啊 你的公司也应该要持有一点比特币的那个男人哦 他们对比特币的策略一直以来都是疯狂的买进 从来没有卖出过 那在12月份的这个公开文券就显示 MicroStrategy首次出售了704颗比特币 很多人担心说 是不是代表说微策略在这个熊市 也开始对比特币失去信心了 但事实上其实大家担心多了 因为微策略这一次只是想要把这个交易产生的亏损 跟财报上面的盈利相抵抗 就是说他这次的出售是为了结税 我们从11月到12月他们总共的买卖进额 可以算出来他其实是又加仓了2500颗 所以说即使现在是市场寒冬 或者反过来说 正因为现在是市场寒冬 正因为现在是比特币特别被低估 他的价格特别划算的时候 这些真正认识他价值的投资人 反而是很开心能够在这个低点 能够买进更多比特币的 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 微策略这间作为美国的上市公司 他们对比特币的看好 以及他们的买进动力 是对整个市场很重要的一环 但我觉得除此之外 微策略本身作为一个软体公司 他们在Build 也就是他们在比特币基础设施上面的建设上面 是有更重要的重限 不只会买比特币而已 MicroStrategy明年将推出比特币的闪电网路软体 那闪电网路呢 是一个帮助比特币的转账速度更快的 算是Layer 2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是一个最旧的区块链 它上面的转账速度比较慢 上面的Gatsby比较高 所以需要一些类似闪电网路这样的系统 来让更多数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那我们知道萨尔瓦多现在比特币已经是法币了 萨尔瓦多的比特币的支付跟买卖 就是透过闪电网路的在使用 好 下一个消息 SBF才刚获保释没几天 Alameda的钱包就金船流出了数百万美元 今天影片上架应该是1月3号啦 那1月3号是SBF开庭的那一天 那这则的消息是上个礼拜 它在用2.5亿美元获得保释的数天之后 人们从链上的数据就发现 它旗下的另一间公司Elemental Research所持有的加密货币 很快速的被全部转除 并且换成比特币 并且这笔钱还被人家发现说 被转入了一个混币器 也就是一个有点像是躲避监管追查的平台里面 就是这个钱 之后可能就不知道说会转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也让很多人不爽 因为SBF的犯罪钱格 很多人都怀疑说 它其实手上还有一部分的用户资产 是在它自己手上的私钥里面 你如果这样把它放出去 你没有限制它不能上网 不能使用电脑 反而让它更容易的把它这个钱再洗出去 形成蠢的一个判法嘛 那这样的事情在它被保释的没几天就发生 感觉很多人非常的不满意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应该是在台湾也是蛮多人使用的交易所AAX 当初也是因为FTX的倒闭 随即让它上面的资产也没有办法提领出去的那间交易所 AAX两个高管 一个是他的CEO 另一个是他的前CEO 在香港被捕了 那但是他们表示说幕后的首脑依然是捐款跑路中 有3000万美元的用户资产 现在是还没有找回来 所以如果你有资产在AAX里面的 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最新近况 下一个消息 日本将放款加密货币的上市规定 不需要经过冗藏的预先筛选流程 那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是对加密货币监管比较严格的一个国家 前阵子FTX其实让全世界的很多用户 资产都拿不回来 但FTXJapan他们的用户却可以拿回来 就是因为日本的法规让FTX的日本分布 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胡乱使用用户资产的原因 那这样子的一个对加密货币比较严格的国家 现在也即将放宽对当地加密货币公司的各种要求 以推动刺激国内经济和科技行业的成长 那这个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来说 当然是一个蛮令人兴奋的消息 就像他们这个自民党议员说的 这会让日本的各个公司 经营涉及代币发行业务会变得更加容易 也是等于鼓励这些区块链新创的一样政策 下个消息我觉得这个很酷 火币交易所宣布开放Pi币的交易 虽然组网上线前不开放充值跟体现 这个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听到朋友推荐我说 我使用这个Pi币 你只要用手机的APP 你也不用花钱 你也不用电力 你就可以挖它上面的矿 只是这个Pi币呢 它最恶名招商的 就是它的项目房会在每年都跟你说 今年即将上线组网 今年即将上线交易所 只不过一直都延期 一直都没有对线承诺 也让不少人质疑说 这一条连公开的区块链都还没有出现的项目 就有这么多人在吹捧它 是一个有点传销骗局的项目 那关于Pi币是什么 这边洞区的文章有给它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社群对它的质疑 还有为什么它即使有这些质疑 它仍然有这些受欢迎的原因 这边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火币这一次并不是直接上架Pi币 因为Pi币还不是一个加密货币 它还没有出现一个可以让我们自由转移的方式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交易了 所以火币上线的这个有点像是一个IOU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是Pi币啦 就以后他们上线组网之后呢 你的Pi币就可以拿过来这里 这里的Pi币呢也可以拿过去那里 他们是这样的表示 那在PiNego真的上线组网之后 甚至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是上线 真的上线组网之后 现在的Pi币的市价 有没有办法在现在已经 有很多人已经挖到很多Pi币 这些卖压出现之后 维持现在的价格 也是蛮多人怀疑的点 因为Pi币现在在应用面上面 似乎还没有太多的应用功能出现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今天火币 作为一间比较大的交易所 已经开始支援Pi币 因为价格区块链 对现在的工程师来说 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他把它嫁接起来之后 搭配上他们现在的一些社群力量 是有可能让他们做出点东西的 那我个人对Pi币本身的好坏评价 是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不过有很多网路上 在推销Pi币的那些人 常常是一些 对于加密货币比较没那么了解 但他们又觉得 Pi币也是一个加密货币 所以他们就是 把自己包装成加密货币专家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Pi币专家 可能不要把他同时也认为说 他对其他的加密货币 也有一定的了解 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好下一个消息 RPG链由 Illuminum宣布进入跨平台的游戏模式 Illuminum Zero的测试阶段 Illuminum是一个很多人期待的 号称是3A级大作的区块链游戏 那这个游戏有一点像是 大家知道X Infinity 就是一个卡牌对战 他们有这样子的对战的系统 然后呢 也有像是比较元宇宙的探险系统 好像是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可以抓到一些怪 你就可以去跟人家对战 那这次的消息呢 他宣布了他的跨平台游戏模式 Illuminum Zero 将会在月6号进入私人的测试阶段 然后这次会向他们的土地持有者开放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参与这个游戏的话 可以去他们的Illumin Dex 去买他的土地 目前的地板价 我刚才看大概是0.5左右 你就可以参与这个封册 如果你是喜欢炼油 但是又不喜欢那种 很快就出来割韭菜的游戏 Illumin其实从这个画面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开发比较扎实的一个游戏 是可以参与看看的 下一个消息 这个看起来像是X Infinity的姐妹游戏 X Infinity Homeland 首个Alpha版上线 那这个游戏具体是什么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 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们玩过X Infinity 甚至手上到现在还是有AXS的代币 这个游戏我理解它就是一个姐妹游戏 那Web3游戏跟NFT游戏 很多人以为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玩这个游戏可以赚钱 但其实是彼此的经济跟彼此的资产是可以互通 这个点能够产生的可组合性跟规模效应 才是Web3游戏对游戏界带来最大的贡献 那这款游戏官方也表示将在后续的Season 1到Season 4中 陆续的引进NFT AXE还有AXS的代币经济 以及其他NFT物件等功能 也就是说这两款游戏上面的资产之后有可能是互通的 那这个也不仅让我们想象 其实到未来各种的NFT游戏 说不定上面的资产都会互通 也许哪一天我现在的这个AXE 也可以到前面提到的这个Illuminant的世界里面 去跟人家对战 而这个就是传统的游戏还做不到的事情 很令人期待 下个消息 矿机的价格与峰值相比下跌了90% 分析是表示比特别的矿工几乎出售的今年所有的挖矿产出 那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 就是大部分的牛市的时候 矿工都会把他们挖到的比特币留在自己身上 而熊市的时候通常就是他们挖到的比特币 就会卖出所谓的挖体卖 这个其实也是证明了说2022年 连这一群完全参与在比特币市场 就是这群大矿工们 他们自己对比特币的价格也没有那么有信心 所以他们才会挖到才继续卖出 那一方面是这样 另一方面也代表说其他的比较小的矿工 他们可能这个营运的成本也已经入不敷出 得要卖出矿机了 所以现在矿机的价格也已经比原本最高点 现在下降了90% 如果你对挖矿有兴趣 或者你家的电费特别便宜 然后你看到比特币的未来的话 说不定这个时候是一个 抄底矿机开始挖矿的好时机了 但是就投资人的角度来说 这些大矿工对比特币市场后市的态度 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点 他们究竟会不会一直的卖出比特币 还是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说比特币又可以开始囤了 下一个消息 如果你们有follow到这个消息的话 上个月12月的时候 台北办了一个应该是近期最大的一个区块链展 就区块链周 还有NFT台北 这个熊市我们能够在台湾看到这么盛大的一个区块链的峰会 就是一个还蛮棒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网路上有哪些他们后来释出的一些资讯 可以了解一下这些web3的开发者跟项目房 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下一个消息 阿伯的原生稳定币GHO GO 1月将发布测试网 同时部署V3与以太坊 那阿伯算是蛮常提到的 以太坊上面最大的借贷平台之一 那他们也即将推出他们的稳定币 我们知道以太坊上面的MAKER 他们是用稳定币带起家的 我们知道KURB 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稳定币 那阿伯的稳定币 GO 其实早就说要推了 即将在1月发布测试网 那官方也表示呢 引入GHO将使阿伯协议上的稳定币借贷更具竞争力 为用户提供各种选择 并且产生的利息也会转移到阿伯道的国库 可以鼓励阿伯的车去创行 那如果你对DeFi有兴趣的话 这也是一个你会想要继续关注的一个消息 2023年一间交易所光是功能丰富 操作顺畅 已经不足以让用户信赖 持续证明自己的资产储备的强健 才是现在的主旋律 OKS交易所上一波 以业界最快的时间推出资产储备证明POR系统 在当时他们的资产储备率就超过100%的完全储备 近期OKS第二次资产储备数据已经发布 其中BTC用户资产统计金额为11.2万颗 交易所钱包储备金11.3万颗 ETH用户109万颗 交易所钱包112万颗 USDT用户资产统计31.1亿颗 交易所钱包31.3亿颗 三大币种不但都有101%以上的完全储备 相比上个月的数据 OKS单月用户资产增长约2.8亿美金 从资产流入的增长来看 用户对OKS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OKS也表示将会持续的定期公开 让每位用户都可以随时使用开源的工具 查询以及验证诊记的结果 同时多数的交易所在公开钱包地址的时候 很难证明这个地址是不是真的属于交易所 OKS在这方面使用了私钥签名的技术 对地址进行签名 用户可以选择OKS提供的开源工具 或是其他第三方的验证工具 来验证该地址的所有权是不是属于OKS 那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 首先我们到OKS的网站下载这个储备金验证工具 把资料夹命名为Proof of Reserves 方面之后的验证流程 接着下载这个储备证明文件 把答案名称改为这样 然后把它放进Proof of Reserves的资料夹中 接下来打开电脑的终端机 输入这一串 按下Enter 再贴上这一段代码 按下Enter 这个时候画面会像这样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各个币种 在不同区块链上有多少储备 例如ETH在Arbitrum有8056颗 非常细节 在这下面的两行可以看到 目前OKS的钱包中 比特币有113754颗 对比较官网的画面就知道是吻合的 那么下面这一行就代表说 这些都是OKS的地址没错 用户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开门工具来验证 我们用以太币的示范看看 首先点这个验证工具 是Ether Scan 按右边这个Verify Signature 将刚刚的储备证明文件打开 这边会显示地址 讯息以及签名 将它们复制下来 贴回Ether Scan 按继续 如果这个地址是属于OKS的话 就会显示绿色的勾勾 如果不是就会显示红色 那以上就是验证 你在OKS里面的资产 安不安全的操作方法啦 OKS官方也表明将会持续承担 行业资产安全领导者的责任 持续向去中心化发展 进一步提高资产的透明度跟可靠性 虽然它们的交易所起家 但它们的OKS Web3钱包 做得也很不错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我有把OKS相关资讯 跟验证地址的官方教学 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好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全部内容 那这个礼拜我觉得最重要的消息 是Pi啦 我蛮好奇我的观众对于 Pi Network跟Pi币 还有它们整个社群 是一个生下的观点 我所有的观点都只是表达我自己的立场 因为我们常说的 很多人他们不了解比特币市场 就会对比特币有一些 不正确的偏见 那我也一样 我其实不了解Pi Network 我对Pi Network的研究 也绝对没有一个每天都在挖Pi币的人熟悉 所以如果我的观点是有偏颇的 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对Pi的看法 你觉得Pi Network 这次是不是真的能够上线主网 并且连接到火币 让大家能够赞争的交易 好那今天的周到就到这边 如果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 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让YouTube的参法 知道我们想看加密后币的内容 所以比特币就会涨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 那这样啦 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